我們103年5月登入了歷史建築 臣門台東縣議會跟台東施工所很多的指導跟協助 促成完成移波 移波之後我們在107年6月完成規劃設計 那五號部補助3000萬 供期預計360天未來作為大型的排練室實驗局場黑合組 我們台東很多的表演團體 不管是音樂的舞蹈的都普遍的反應缺乏排練的空間 未來這邊完成之後會提供給台東的表演團體作為排練的空間 那這次工程會3000萬原則上是很緊是不太夠的 那我們也協調了原民處另外找了3500萬作為二期工程 那我們二期工程的規劃設計把目標也完成了 最近一個月沒有完成發包 我們要趕在360天大概是明年的8月底要整個完工 可以開放給所有的表演藝術團體 那這是整個的空間配置圖 那當然要謝謝我們特別謝謝台東施工所 因為這個地有83%是屬於施工所所有 那也謝謝議長給我們很多的支持 也謝謝立法委員在今次的協助上給我們很多的幫助 以上簡單的報告工錢之道 謝謝 103年那時候大家有一股風潮 也就是在尋找呂阿裕建築師在台東建築的一些遺跡 像Gaia 的我們俗稱叫洞洞館 還有很多台東縣內的機關建築 含台東縣議會這棟建築 應該都是呂阿裕建築師在台東縣政府任內的時候 所留下來的作品 所以那時候我在做議長的時候 那時候就跟縣政府來做一個協商 然後說是我們可以先用歷史建物的方式 先把它保留下來 那這樣子我們以後可以保留未來的議長 在對這個建築物 如果有任何空間規劃設計的時候 就可以有所構想 那那個時候做的也對也不對 因為那時候完成了之後就發覺了做歷史建物 很麻煩 因為頭上的老闆好多 老闆很多 要頂張 很多人的意見 還不如打掉重臉比較快 但是沒有我們這時候也是很高興 因為這樣所以我們去爭取 我上任縣長的時候 去爭取的經費一定要通過文資局 一定要通過文資局的經驗 那所以在這裡我們拿到的經費 在文資局來說其實已經很多了 三千萬 但是絕對不夠 大家可以知道修舊如舊是最難的 因為打掉重臉最快 但是要把秀的建築物再修回原來的樣子 是相對要兩倍三倍功 那錢也是兩倍三倍 所以我們目前文資局的錢 我們僅能先做外觀上的整修 那內部的經費是完全沒有 所以這邊我們還要想辦法再去爭取 那所以大家看到 我們把縣議會 在這裡一定要非常感謝議長 議長把裡面有一兩塊的地方也撥給我們了 就是現在的 現在台東縣議會在用 已經撥給我們 讓這一塊基地更完整 那未來還有後面這邊 如果議長這邊 如果將來有機會 如果有機會 它會更完整 這塊地會更完整 特別感謝施工所 因為施工所是百分之八十單的地主 施工所真的很無奈 這是歷史堅持 但是也非常感謝施工所 同意我們的使用 那我們未來要做什麼呢 未來因為台東的議文活動實在是越來越蓬勃 那台東縣的我們的演藝廳一千五百個座位 對一些新興的議文團體來說 壓力太大 因為一下要滿一千五百個位子 實在壓力很大 所以我們規劃了在市區內 我們的議文社團一直要求在兩百五十個位子左右的 中小型的演藝場所 能夠讓我們的實驗劇場或新興的團體 他們在跟民眾在做接觸的時候不要有這麼大的壓力 因為賣一百張票一百五十張票 其實對他們對新興團體來說是相對簡單的 而且在劇目劇場音樂的表演上 也可以做一個很實驗性的表演 所以我們願意把未來新的台東縣議會 能夠給我們的議文團體來做一個 他們剛開始一開始新興團體的實驗的空間 那除此之外還有排練的空間 因為台東室內的排練空間相對不足 那我們希望能夠做這件事情 那未來有機會 當然我們還可以因應真正開始以後 還有什麼需求我們都還會繼續來做 那當然這個部分要感謝在開工的時候 這邊會有很多的交通動線 特別這個是市區很重要的道路 那特別要感謝各位里長 那拜託大家幫我們來說明 三百六十天的工期我們盡量壓縮 那因為今天營造老闆都在 我幫你拜託一下 這個讓我們 因為這麼重要的一個黃金地段 我們盡量縮起我們的工期 然後可以讓我們的民眾可以盡快的使用 這個單位的協助 那除了議會把這個播用給縣政府之外 另外我們縣長 我想我們委員 還有我們很多的地方人士 特別是施工所 土地的捐贈 我想很多人的一起努力促成了 今天的這一件美食衣裝 我相信在整修之後 未來一定能夠提供給我們縣民 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就成如剛剛縣長所說的 我們中小型的展演的地方比較不夠 展覽的地方不夠 那未來整修之後 我們可以讓更多人來使用 我想所以議會是用非常開心的心情 來促成這一件事情 那在我上任之後 縣府有來跟我們做溝通 就像縣長剛剛說的 我們把後面的一部分把它播用 然後讓這整個基地更完整 那未來當然如果我們這個階段完成之後 未來我們如果還有需要 我們再繼續來做研究來做討論 我們期待未來這裡是可以活化成一個 大家都非常喜歡來的藝文場所 那我們也希望這一年的工期 可以盡量的縮短 那我們也希望這個工程能夠非常的圓滿 非常的順利 非常高興今天能夠參與 今天這樣的歷史建築物的修繕活化的一個工程 真的就如同剛剛我們縣長所說的 要來活化 要來修繕一個歷史建築物 真的要非常多人的努力 從地方到中央大家一起來努力 我記得在2017年我們那時候的文化部的副部長 楊之堡副部長他現在是在駐發代表 然後到了現場來做現看 那我們也謝謝文化處長 我們也一起陪同 那經過一段的時間很多人的努力 所以這裡面三千萬裡面有一千八百萬左右 是我們中央所補助 當然也要地方大家一起來努力 來成就這一件事情 那就如同剛剛縣長所講的 修復歷史建築跟修復股計一樣的意思 要花更多的心力更多的經費 不過他是帶給我們的 我相信會讓我們這個社會 可以讓我們台東這個城鎮 有更多豐富的這樣的文化設廠 上鄉一拜 再拜 三拜 上鄉祝道 歲氏庚子年農曆五月二十三日 用畫面告一大目光 敬穩再發力 一起 為台東縣歷史建築 台東縣一位祝禮 修復工程開東營禮 現場姚慶林 在全體之工作同盟紀文化處 處長周清國 以及議員 衛兵代表建築師 陳八張順利提到全體員工 竟備清香酒禮 生果實收 金銀財寶 前神功勢 關心組長 天上聖母 關聖帝君 神龍大帝 眾神佛保佑 保佑公立人員平安 功臣順利盡情 功調與順 國泰盈安 台東縣物昌榮 並請地基組 土地龍神 土地宮 幫忙保佑公立人員 機械一切平安順利圓滿 起三拜 一拜 開地平安 分身地固 再拜 動工順利 電機數得 三拜 電機永固 工程圓滿 議會就職 首先新建民國42年 在民國51年又有政見 不論如何到今天都有60年以上的歷史 也見證了台東的民主憲政的發展 一定的歷史價值和軌跡的意義在裡面 103年指定為歷史建築 經過的鼓勵 還有很多人的幫忙 107年終於獲得核定 我們預計在明年的 也就是民國110年的8月底來完工 完工之後我們都要開放 台東縣的表演藝術環體來使用 他們經常反映說 不管是音樂的啦 舞蹈的啦 家裡都小小的那地方排練 他們每次排練都到處去建場地 那這邊未來就是作為我們台東表演藝術的基地 非常有價值 那也謝謝李阿姨建築師 60幾年前就跟我們留下一個 這麼值得紀念的建築 會做怎麼樣的戲部規劃 我們的戲部規劃會來過去舊的演藝廳 對不起 舊的藝術廠 我們要規劃一個黑客 黑客是現在目前比較流行的 表演藝術的概念 就是說它沒有固定的舞台 沒有固定的座椅 它往內一縮 就是一個黑黑的箱子 那可以做很多的實驗性的群像 那椅子一拉開 我們又可以做一個小型的表演 這是最主要的地方 那另外兩邊的空間 我們會做中型的排練室 跟小型的排練室 那分別有65跟23的空間 那我們相信對於一些小型的排練室來的 是勾勵的 那後面以前的議員修集室 今年議會也把我們撥給我們 未來會做平圖的時候 我們盡力的圖完整 這是今年才最重要的 相信這邊以後的機能是很完整的 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們這棟建築物 整個平面圖是T字形的 就是說這個是T字形的正面 那這一個方向是它的主軸 是另外一個T字形的那個角 所以它整個平面就是等於是一個方正的一個平面 那兩邊 就當時42年所興建 剛剛那個議員縣長又提到是呂阿姨 今天孫子也有來 他主動跟我們聯絡 那我們就邀請他來 那變成說這個42年當時是只有一層樓而已 當時這個一層樓是建築物 最早以前42年蓋的 那53年的時候又蓋了第二層樓 把第二層樓破住之後再往上蓋 所以當時這個樓梯呢 是53年之後才蓋 那這個建築物在這個88年的時候 曾經就是當時借給這個高等旁邊 花蓮的這個分源來做一個零食體的使用 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往前走 那兩邊大概是對稱 可以看到這個柱子 兩邊原柱的部分是相當特殊的 它這個都是以摩石子 所以當時在這個 這個當時的貨賣相當的清晰 烏焰原的柱子全部用摩石子來做 嘿 大概廣 啊地板的部分它也是這個坎土 叫摩石子 都是舊油那時候 這個後線的 嘿 那剛才油 所以 它連這個排度 都是摩石子 只是現在 現在是已經 當時把它油漆了 所以我們是有先做一個這個波漆 所以 當時 對對對 這個以前 這個都是水 對對對 這個小哈漆 它原來大概是這樣 所以 白月那時候是有把它做一個油漆 那整體上 它像這個門窗也非常特別 這門窗其實它在這個 這個傳統的水 快木的門窗 那上面的部分 它可以是搖左窗 可以有同級的一個功能 嘿 這件出來的觀念是 因為現在 這個顏色 顯然說沒有透氣 因為 木產 剛上去 它會悶在裡面 所以那個濕氣 它會透氣 所以 這個會先把它先 去除掉 然後再上一層 這個 這個 那這個木產 就香氣 這件地板人 有一點 有一點 這塊是 東北 對 對 我們往裡面 就會走 這個是 當時的一個 它主要的一個 議會廳 才會的地方 嘿 好巧喔 那這個上路是有一個 上面的看壇 大概我們到樓上 就可以看得到 它是一個寫的看壇 這是什麼 這邊是收 就進來 你看 很窄的 裡面是窄的 所以當時這邊是做一個 一個曲折 裡面是儀式廳 這也是一個接待 這個裡面也是加的吧 對 是後來加的 這個木格板後來加起來 然後 它到 內部的部分 就是一個 挑高的一個儀式廳 當時裡面是有針鑑 所以 它天花板整個把它擋起來了 就是它用鋼匠 可以看到裡面 這邊內部 它整個 這個 當時是用鋼匠把它做起來 空間很小 所以當時這個開會 就在這邊 就詢問 然後這個儀式廳 你問張卓人 他這樣 對 這個是架子 這有辦法放30個位置嗎 我不知道 那時候可能沒有30席吧 有 然後問一下 蛤 就是30席 他這個 沒有排隊 對 對 那未來當然 我們會把這個 這個 這個 然後 那個 整個 採光 就會非常好 這邊也會採掉 對對 它本來就是夾板 那就是 屬於這個 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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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 側面 這邊其實是 都有 所以 所以 它是 上下的 這種 這種 所以這種 早期的這種 拉床 它是用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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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做一個調整 那它這個建築物可以剛剛看到 這一翼就是那個梯子 所以那個正面梯 所以它因為當時這個建築物 旅愛宜的這個建築物在思考的時候 因為台東炎熱又多餘 所以它很多這種戶外的範囊道 包含它待會我們看到它正面有多遮陽 這個部分都是可以讓它東來下來 所以剛剛劉愛宜的提到說 這個建築現在的綠建築都會採用這種 垂直遮陽、水平遮陽 讓這個建築東來下來 所以其實當時在42年的時候 旅愛宜在思考市這間建築物 它是針對有去專研 當時法國建築師柯比義 有很多元素 它是專研這些元素 包含它的整個綠建築的概念 都已經那時候就有引力了 對 在台東也留下了相當多的作品 也是跟公公的教堂差不多同一個職 是 那這個 旁邊那個就花葛葛 那這個洗濕這兩邊是不太一樣的 這邊的柱子的部分 就是比較細的 這種小的洗濕 那這邊的這個顏色 你看這個的石頭 大概是七分的 那個又更小 所以質感當時就有一點不一樣 那這邊的話 兩邊就有的這個 都是有這種洗濕的面 因為它有把它掛 對,看不到這個質感 那未來這個會把它整個布圓起來 讓它這個質感可以看得到 那這種 那這種 這種建築物的這種洗濕質 質感 只要有洗濕的凹度面 會相當那個 設著起來就會相當漂亮 那右邊這一棟是後期又有在針見 那資料是又有在針見 對 未來是張惠他們展演的一個角度 臨時採演的一個空間 那這一邊來講就是 左右是對稱 左右是對稱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窗戶 它是上下可以到 那這邊有卡索 它卡下去就固定住了 那藉由這個 它有一個平常水 它就黑痕 性而易舉就可以拉下來 那它也可以投入 那它的這個形式 這個都是用傳統鴨條的方式來處理 那這邊是當時的一個廚藏 就是跟它的廚房廁所建設 那兩邊也是對稱 那這邊可以連接到 另外一側的一個方向 那我們往這一邊看 裡面這個是阿西的 裡面只是說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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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廚房廁所建設的 剛才這個 這個牆壁 包括 包括我們都用那個 用這個白灰的線盤 它有把這個西製的線盤 都把這個西製的線盤 所以到時候 我們這個地方會爆料 它就有這個線盤 把它清洗掉 所以它就有原路 文路啊 包含這一個 根據的 它的這個 中氣點 所以它不把 這個路口大廳 這個地方 包括整個部分 這個原來的線盤 都會加入 然後再來就是相當特殊的 你可以看到這兩邊的樓梯 它是屬於 隔板式的這個結構形成 所以 一般來講 我們建築的這個樓梯 會靠兩邊 但是這支樓梯 它是藉由這支隔板的這個 一個 一個協助兩個方式 來支撐這個樓梯 所以 它的結構的部分 當時在社群上 它就有利益的樓梯 那 耐震度也有效 那我們可以往樓上來 一通 來到二樓的部分 二樓其實 跟二樓的 看天花板也是 它就是它一家 所以當時 四十二年的時候 那天花板它是用外揮的 但是二樓 你可以看到它的 它的這個建築園是八床 樓下是五床 但是到樓上的部分 這個樓梯在裡面 所以 差了四年的部分 這個線 這個樓梯的工法 都看一樣 那它本身 下半路其實也是屬於 把舊的這個模式的方式來支撐 那這邊是當時的一個看法 所以 在這裡 就可以看到下面的 那未來 這個樓梯的空間 它上下 這個 會有一個拋高的提示 當然這個樓梯 會把它拿掉 會比較拋高 而且 空間快也會比較 感覺啊 比較大 比較快 這個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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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不太拋高 這個樓梯 這個樓梯 那個樓梯 這個樓梯 跟樓梯 這個樓梯 是在樓梯 這樓梯 我會不會在樓梯 這樓梯 這樓梯